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我这辆车是8座的 按道理说是不免高速飞到 我把我前面两道门上的 河带8人的几个字撕掉了 撕掉了之后 在重来上高速的时候 也没有人拦我 杆子是立起来的 所以直接就过了 然后我在重庆下了高速 重庆下高速也是 出口杆子是立起来的 但是有人下来看了 出口上面挂的一块牌子 挂的就是写的啥 7座以下车辆通行 也就是说出口只是 7座以下的车辆通行的 但是我这个车也是 还是轻松的过去了 我过去了就没管它 现在我就已经出了高速 口子了 收费站了 也就是说 从重来到这个重庆 这段高速路 我是没有交费的 我是逃的 明说是逃的 没事 这个东西 小撮 有些东西翻一点也没关系的 因为它按地的牌子是那个7座以下车免费通行的 上面写的 我还不是过来了 现在我已经过了这个高速 我收费站口了 马上进入重庆城区 听说重庆市区里面开车导航不起作用 怎么办呢 我就怕进城呀 开着打航进城就找不到路 去重庆逛一圈 然后再走这个走轨道了 走轨道去三小大坝 一路上看看 沿着这个长江下去吧 下一段路的话 我估计不上高速了 不想上高速了 还是走轨道看风景吧 高速从昨天下午出来 昨天晚上在那个 河川农心服务站休息的 今天早上就到这个重庆市区里面来了 重庆市区开着导航都不好走啊 怎么搞啊 有没有人来领路啊 又逃了一次高速费 上次清明节我没逃掉 清明节人家拦住我 他说你的车是8多的 不免费 好了 反正我已经出来了 我不管 没事 就算是问到了我也不管 几八五两江费费站啊 这个事 刚刚出来了哈 进入重庆了 这个位置是哪里啊 我都不知道 还有二三十公里到朝天门 去朝天门 洪亚洞那边逛一圈就准备出发 往往哪里走 往决塘峡 往这个三小大坝那边 转着往再走 四个 五六号六七号到 到黄河那边就可以了 刚刚看了一下 从这个位置高速路的收费出口 到这个朝天门码头那边 还有三十多公里 而且这个是街甲子 进到重庆市里面 我怕导航都用不了 像我们这种在西藏高原上长大的 在高原上开车开习惯了的 说真的 今天我是最怕的 开着导航都走不了路 到底去不去呢 来都来了 不去又 心里面又 有遗憾 因为我是去过 五大姐我带她去看一下 那还是跟着头皮去吧 反正听说城里面 开着导航都走不了路的 重庆 要开八地导航 什么三地五地都不起作用 我看这个八地导航 搞不搞得动 还有一个再跟大家高兴一件事 很高兴 又逃脱了高速费了 今天我这个八做的 我上高速没人理由 然后我下高速还是没人理由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反正我这个车也过得了她那个口子 那我下次就不上高速了 好了 心里面省了这个 应该是一百多块的高速费 那我们京城吧 我看京城走不得得了 我真的服都服了自己了 我估计京城村不难行呀 好了朋友们 出发 武大姐 武大姐天天晚上包着手机玩 在高速上我不敢叫武大姐开车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这是结甲子 高速上车流量非常大 车非常多 还有第二个这是一辆面包车 面包车操控 一般情况下速度快了 超过一百嘛的话 一般人操控不了 操控起来 比较 比较有难度 也就是说 他不想开那种新能车 速度快一点就操控非常轻松 像这个面包车的话 没开过的不知道 开过的就知道 像我们这种轻型小型面包车 开车是最 最累的 特别是跑长途 所以说 我们有叫武大姐在高速上开车 不敢跟他练 这个一出事就是大事情 直接 回不来 是不开玩笑的 所以 有轨道的时候 车少的时候 给他练车吧 要不然太危险了 好了 我们进城了 先不聊了 拜拜